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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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土地留下來的年份考證 你可以用碳14來考證 現在再多一個手段基因去考證 你就知道基本上那些人是一個什麼的時期 還有一個什麼的原因埋葬在那裡 你剛才提到的情況 其實有一兩個城市是很嚴重的 一個就是羅馬 一挖到就不知道看到什麼羅馬時期那些 現在到現在還有 我不知道應該是做什麼 就算倫敦也是的 倫敦都會挖到一些很離奇的東西出來的 是啊 是的 羅馬你發覺它多一個限制的 就是它又不會亂挖到很深來起很高的東西 因為它很多時候你普通挖一下鋪一下電纜的 它總是會的 但是你要挖到再打樁起高樓大廈那些 它們不是那麼輕 因為那裡可以拿來給你這樣建的地也不是很多 你建的那裡的地可能原先也都未必是人的聚居地 真真正正的市中心的位置 就是下面可能就是 就是或者它周邊的那些 我們今天都認為是市中心 但是當時都未是很興旺的位置 那裡去藏得多東西的機會才高的 所以大約可以理解 為什麼一直以來是一直挖到油 挖到的規模好像還沒有很大 那其實很相信更加大規模的就有待大家發現這個意思 特別是蓋地鐵,蓋地鐵就很容易,香港也是 到華人蓋地鐵,蓋了一些古井出來 聽華心要蓋回去,當沒事 是是是,聽說的,聽說的不敢說 有興趣大家去那個送王台站那裡去看一下他的展品 好了,這個葛德亂葬哥有什麼特別的發現呢? 他原先是想拿來蓋一個,蓋一個公共房屋的 是想這個紐倫堡的公屋計劃來的 就是,不知為什麼,看到紐倫堡這個字 覺得特別地獄一些,不知為什麼 就是和二戰有關,你知道 在他掘的時候,其實就是他原本上面 已經有一些民居的活動和一些工業活動在上面 尤其是曾幾何時有段時間,就是很多 他應該是煉製銅器的那些工業,就在他上面發生 所以台長你show這個照片的時候,你當然看到 下面有很多鞋骨,還有你有沒有留意到 那些骨是有些銅綠色在那裡的,有些綠色在那裡 是的,其實為什麼呢?其實就是當在上面還有這些 這樣的練童的活動在做的時候 就很多那些廢水就流了下去這個下面那裡 所以其實就搞到下面那個亂葬崗裡面 那些屍骨都染了這些銅綠在那裡的 所以都挺恐怖的 一段這麼長的時間上面這麼多人在活動,下面就完全有一個亂葬崗 在那裡看到的就是,當時挖出來,要化驗要成 做了一個碳十四的定年,就定到大約是出現了 在這個1400至1600年之間左右的事情 其實也真的正在對應瘟疫大流行的時候 當然啦,當時流行的瘟疫就,就是前後 不止只是黑死病的,大家都聽過了 天花這些東西,也都非常多 基本上當時你是有空氣傳播 接著有個致死率高的病 基本上都是洗劫過整個歐洲,不止一次的了 就是說那些瘟疫是前前後後,連續花了幾百年時間 去折磨著那個地方 那現場那裡呢,就拿了它的土樣 就不只是做個碳十四定年分析 現在我們有能力是做個基因排序分析 是還能夠找到那個黑死病的病原體的基因碎片在那裡 就是我們直接知道,是由病原體的碎片 知道是哪一隻當時的人撞在那裡患了什麼的病 那當然幸運啦,應該隔了這麼多年 那些病原體就碎裂了了 應該就是,會不會還有傳染性呢? 我不敢說,一定沒有 但是我想下去的人呢,都要做足了防護設施 就經過這個採養 基因分析和那個物理化學分析的過程呢 你就還原到呢,就當時那個圖像 那其實呢,還有補充過就是說 就是一般來說呢,就是以那個中世紀時候 大家都是那個宗教信仰,就是都是基督宗教的了 也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基本上沒有機會受到任何正常的 基督宗教的喪葬儀式就要去下葬 那就可以由這個圍寺那裡去找到出來 那如果沒有記錯啦,這個圍寺就是找到 它掘了出來就幾百具遺體啦 但是相信就還有成千是在下面就沒有掘上來啦 那是不是講到當時其實是這些病呢 就是染了之後呢,都沒有處理過的 全部就這樣扔了一堆就好了 嗯,我想就只能是這樣啊 就是當時唯一的常識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參考回香港開埠時期 就是雖然那個不是什麼中世紀,中世紀就完了啦 講在那些中上環的地方呢 不是曾幾何時有些地方就是 要是政府來整條村拆了燒了去的? 那那個人就是為了打鼠疫嘛 就是講的是真是開埠時期的香港島 就是維多利亞城附近一些的地方 這個事件呢,我記得就是 中上環半山的,是不是? 西盈盤那邊,就一八九幾年的 就那時候是鼠疫到怎麼樣呢? 是要抓了那些人上船 那你為什麼會記得呢? 就是因為香港話劇團是講過這個故事 拍過,就是做過一個話劇 是啊,是啊,是啊 然後就引申到很多的故事嘛 現在我們有個字眼叫洗太平地 就是洗太平地當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時的市政會定期去那些街上做消毒 去那些屋那裡做消毒 那每做一次就叫做洗太平地了 洗完呢,大家就去太平了,就沒有病沒有成這樣 那這個 term 現在就用來就拿去講到 好像就是要趕小販走鬼,要去洗太平地 其實就是來自那時候,當時瘟疫要去消毒 那就是以前來講呢,那個方法就沒有 不是說現在可以精細到有特效藥,有疫苗 那就算了,以前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的方法的時候 就唯有去閃去避 那要是,你是當那裡出現了的時候,就整塊切了去 那個地方就遷了一些東西,去丟掉了,燒掉了 那如果再數回,再以前的時候 基本上就只能夠用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你說,如果回到現在這個中世紀,歐洲時期 那基本上用的方法都是燒搬,甚至乎是隔離 那我記得以前看過的那部電影,就 阿瑪迪亞斯,莫扎特之死 他死的就是一個這麼著名的人 就扔掉他的那個亂撞綱,那就算了 是啊 那如果我們今天看回這個亂撞綱,有沒有可能 就是找回當時是因為什麼病治死 甚至可能那些人不是真的像病治死 是病了一下就被人扔了下去呢 那就是,他撞下去的時候,是不是還沒死呢 那這個我想就留待其他人員仔細去發掘 但是由現場裡面,他給出來的土壤證據 那土壤證據,他告訴我們,他的碳14剩下多少呢 知道年份呢 那更加,剛才也有提到的了,這要重複就是 他那個土壤留下來的DNA證據 那就知道病原體 那你也看到的,這些病死的人,他的骨頭 那些,尤其是骨頭,都不是說斷骨,沒有被人襲擊過 沒有說穿了個洞,沒有說齊口切開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基本上確定,他們應該都是病死的 是的,還有你也看到,有大有小,有老有亂 那所以應該就是一個,這些病死了的人 染病的人去集體埋葬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很不幸的消息,即使去到21世紀 在前一兩年,事實上某些地方 似乎有同樣的情況 是的,大家如果還記得,最初在武漢 武漢封省封城的時候 唯一多了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遙距的通訊 就是叫做其他省份要說武漢加油 但是其實就是看著他們那些人 那些人怎麼被人困住 不出得去的意思,是不是? 就算是一個中間,大家都 我想都記憶還沒有消退 2020年是整年都是一個叫做 就是大家一起鎖了在這裏等待解救的一個年份 就是去到,由出了這個病原體 到第一支的疫苗 其實真的等了足足一年 才有第一個版本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清零啊,封關啊,隔離啊 這些東西,其實你會發覺 當我們沒有足夠的科技去解決眼前問題 往往就會用回這些這麼舊的方法 那我就不止了 那時候譬如印度我聽說也是的 沒有啊,搞處理不了 就在恒河旁邊燒了屍體 是啊,是啊 所以可能幾百年之後 好像又挖出來的時候 我原來 原來就對應這個2020年 是啊,是啊 就是你看到那個人的力量的渺小就在這裏 但是有些就很,雖然就聽到好像很悲慘啊 但是都相傳聽過就是說 牛頓為什麼那時候要走了去蘋果樹下面坐呢 其實多多少少都是說 不要經常躲在那些陰暗的房間裡面 多些出來去吸收一下新鮮空氣 那有人就相傳說都是呢 原來就是要叫做 在那個瘟疫時期就多些去接觸一下外界大自然有關的 但是在科學史裡面的記載就是1666年 因為那個瘟疫它回到鄉下 但是那幾年就是它那個科學的發言是最 以及科學和數學的發言是最厲害的 所以瘟疫有它的好處 如果它當年它留在建廟的三一學院 就可能太多事情煩著它 就做不到這些的發言 那這個就是歷史最後看上來的一個意外 好了 但是要看一看 雖然這個三年的瘟疫已經叫了 但是近代的確很多人病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病 我自己就真的 我剛剛病了就好了 我自己也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還有這次病呢 又要說回 連那個美國呢 也是改變了 哦 這麼奇怪 那你有沒有找那支檢測棒來檢驗 是不是又是那個什麼呢 沒有 我沒有這麼空 反正又沒有 現在好像沒有法律規定一條 要拿檢測棒去檢驗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以我自己自身的免疫能力 去自然免疫 但是真的是一個過程來的 我都不知道現在好像 這幾年都不知不知道 都不下三四次的 這些這樣的不知名的病毒 是啊是啊 其實大家就越來越面對這個矛盾 人類的那個活動是越來越頻繁 就是接觸越來越多 實際上人口也都越來越多 是不是 有些地方你不想那麼多人來 就湧了很多人來 然後還有很多人就是 就是衛生水平未必大家是一樣的 那那個病原體那種的交換 那種新的疾病去孕育出來的機率是大大增高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面對的大病小病 會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麻煩來的 但是當然你說是不是就是 就是最近我看到一個很古怪的新聞 就是竟然有人就是 就是打了217支這個肺炎的疫苗 就是啊頭長你聽到也受不了 是不是 就是怎樣打發聲 如果好像那個新聞說 兩年之後打了217 你計算一下時間 一年就是365天 就是兩年呢 就是七百多天 是啊 換言之就是 現在一個禮拜打了一針 現在一個禮拜打了一針 是啊 那你這樣下去 那些人會變得怎麼樣呢 現在最搞笑的是那個人 沒事 好像是德國人 又是沒事的 就是我只能說 幸好沒事 就是沒有必要這樣去做的 就是這個就走了去另一個極端了 就是他就特地真的打來為了賺錢的 因為他想著他幫人捱了一針 打了一針呢 那些不想打針的人就會給他錢的 所以這個就完全是一個犯法 而且真的都幾 對自己生命構成危險的一個這樣的方法 但是就很矛盾的 就是你怎麼去計算這些疾病給你的風險 以及其他的那些風險呢 就是我只能夠說 沒有得一概而論 就是對於好像以前那種黑死病的瘟疫 喂 一中了真是致死率很高的 一告訴你特效藥 你想都不想就去吃 又告訴你有針 你想都不想就去打了 但是究竟好像我幾年前的肺炎瘟疫 那些情況 或者以後的情況又怎樣呢 就要鋪鋪清了 就是逐次去考慮了 好怕你從這個故事去看 人類是不是在歷史上得到教訓呢 那我的結論就不是了 是啊 就是你看 可能隔一段時間又來一段這樣的事情 那來一段事情 原來大家的反應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搶口罩 都是炒的 是啊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咳咳 咳 咳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現在是Shift 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 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 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紀圖 對不起